来吧小伙伴们 咱们继续咱们的绝境北方 看看咱们是否需要升级长矛兵和弓箭手呢 给这个洋葱头也生成了一个弓箭手 咱们现在是一个双弓箭手的状态 我觉得弓箭手对于这个布拿盾 或者说什么的这些敌人的情况下 在攻倒的这些敌人还没上岸的情况下 咱们会有一个很有力的帮助 所以说这个双弓箭手会增加咱们一个清兵的效率 我也不知道咱们其他小伙伴是什么个打法 我觉得我这个打法相对来说还是稍微简单一些 大家喜欢玩这个绝境北方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小人也比较可爱 主要还是偏一些策略和战略性 越到后边越难 真的 之前我玩简单的 就是玩的我后边都脑袋疼 每一次都不想失去自己的战友 自己的优秀的士兵 但是就害怕保不住 有时来的兵也是有套路的 所以说咱们每一个决定一定要深思熟虑 手机和电脑上都能玩 大家要是喜欢玩的话 手机电脑都可以试试 下载一下去体验一下 其实咱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它登岛 防止它破坏咱们 破坏咱们岛上的这些村庄 来了两艘 真是这些兵 人还是人多 为了害怕它成功登岛 所以说我把步兵放到了另一边 这局几乎是一个福利局 没有太大的变化 来的都是这种不拿盾牌的士兵 所以说咱们两队弓箭手 真是轻松解决了这些士兵 没有给他们登岛的余地 基本上没登岛之前 就已经被咱们顺利的干掉了 看一下咱们地图分布 上边是有一个士兵的 下边也是一个 但是岛比较复杂感觉 咱们那边还有一个三个士兵的 就是三个兵种 算是不同的兵种嘛 现在是有八块钱 咱们还是学技能吗 还是不学呀 咱们先攒一波吧 我觉得还是增强自身的能力 更厉害一些 就是后边攒更多的钱 去升一下咱们兵种的等级 有时候技能用的不是太好 可能说没有咱们自身等级 伤害提高了这么厉害 我选了一个上边的岛 这个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感觉 那边它的上部是一片树林 所以那边基本上没有登岛的可能吧 咱们只留了这一面去登岛 两队弓箭手也是比较给力 真是一点也没有闲着呀 下边来了三个 上边来了三个 所以咱们两队弓箭手也是分头行动 不给敌人一丝喘息的机会 希望咱们能够少用一些咱们的步兵 这样的话 是不是能够继承上一局福利局的状态 简单的岛可能说也是比较好通过的 现在陆续的应该是接近最后一波的敌人了 所以咱们也是不要钓鱼轻心 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来的这两波基本上都是这种 没有兵种属性的这些敌人小兵 对咱们的发育还是很有帮助的 难度不大 虽然是困难模式 可能说前期也不会对咱们造成特别大的困扰吧 现在有12的金币了 咱们看升一下哪个呢 升弓箭手还是升咱们的步兵呢 升这个洋葱头吧 要不洋葱头也没有附加的属性 可能说它自身强大起来之后 会对它更有帮助吧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